她赵尤玉特别强 总是喜欢把自己的观念 强加在我身上 她还不成熟 我这么做都是为了她好 也是为了我们好 她让我毕业 就和她去广州发展 可是我妈根本就不同意 阿姨也一直不认同我们 但是我一直在为 我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 做努力 现在夹在她和我妈之间 我真的很为难 还没结婚呢 妈妈就变成了恋爱的阻力位了 来 掌声请出这一队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旭22岁 来自河北是一名学生 女嘉宾小宇22岁 同样来自河北是一名学生 来 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要毕业了是吧 对 谈恋爱多久 两年多了 谁追的谁啊当时 我追的她 两年来的这个情感好吗 就是稍微有点磕磕绊绊 但是一直两个人感情 还是不错的 这次有问题是因为 要毕业了是吧 对 你想去哪儿 我要去广州 然后呢 然后我现在主要是想 让她跟我一块去广州实习 不想让她在唐山之间 自己在这儿待着 女生告诉我们 为什么不愿意跟她去呢 因为毕业嘛 她带我去的话 家里面就剩我母亲一个人了 我把她一人放在家里面 我实在是特别不放心 因为广州毕竟不是说去天津 去北京 一个在南方 一个在北方 如果说我母亲想我了 如果她真的生病了 那时候要怎么办 我真的回不去 妈妈怎么会是一个人呢 因为我是单亲家庭 然后我妈妈一个人把我养大的 父母是离异 还是父亲去世 25年的时候是父亲车祸 父亲出车祸走了 然后母亲一个人拉扯你是吧 对 你爱人的这个感受你能理解吗 我能理解她 但是我又不是说不让她回来 我说只是让她去广州 跟我去发展 又没有说把她一件要硬强留在广州 好 你们双方的这段爱情 家里人知道吗 知道 你妈妈对你去留有什么态度啊 特别反对 而且也是不支持我去广州 然后也不是很支持我们的感情 在小片里面 你好像有说一句话 说这个男生的战友欲很强是吗 对 比如说我们在学校的时候 他在学生会里面 他就一定要带着我 就不管干什么 他就一定要让我在他身边 像链子一样拴着我 我让你在我身边 是让你看看怎么处理事情 怎么解决 我拉着你 不是说帮你算我身边 我只是让你再学习学习好不好 但是我也有我自己的空间 那你现在毕业的去向是哪儿 也没有太多的打算 但是我不想你太远 你们实习了吗 去上年去半年实习过 你在哪儿实习的 天津 你在天津实习 你呢 我一直在唐山 你还不如人家实习的地儿呢 你不是你呢 你没在广州实习一下去啊 因为上半年实习 并不是代表毕业 我准备是毕业去广州 不不不 你别说这个 人家上半年怎么就到了天津 你在天津实习的怎么样 人家想留你吗 单位 单位的话 说是可以留在那儿 就上半年一个实习 单位就愿意留你们了 对 厉害嘛 能力不错呀 你呢 广州呢 广州现在暂时还没去 去啊 毕业都去 毕业就去 人家在天津有工作 你也找好工作 再拉人去广州吧 那你母亲知道你要在天津实习 而且有可能留在天津 高兴吗 很是支持我 你应该跟他母亲也沟通沟通啊 想把人家孩子带走 沟通过吗 沟通过 但是沟通也只是让他母亲骂了一顿而已 那怎么着 你妈骂过他之后 你没撮合撮合他们 让他们再聊聊 这个我感觉他们之间可能会有一些误会吧 因为我可以说 我特别喜欢这个男生 我想和他在一起 当然会在我妈妈那边说好话了 但是我妈就感觉我在骗他 那你没撮合他们见个面啥的 见过面吗 就上次旅游的时候 旅游 对 你们还 对 然后我就把我们三个连在一起了 谁安排的 我安排的 你安排 因为当时是我和他恋爱一周年 纪念日当天 因为以前他跟我说 他没有去过去哪玩过去过大城市 我当时自己订了两张 去北京古北水镇的门票 两日一晚的 我觉得当时肯定是一个非常浪漫 很值得我们纪念的一个一晚吧 毕竟 让我们想到临走头一天 他把他母亲带过来了 我就跟他说 我说我男朋友要带那个 带我去北京玩去了 然后妈妈说 那你带我一起去吧 我也没出去玩过 妈妈一手把我带大 跟我一块出去玩 我感觉我没有理由去拒绝 就妈妈就来了 玩得好吗 三个人 好像又尴尬 尴尬 对 我感觉一点都不开心 我感觉这是你母亲 根本都不信任我 好像我带你出去 会把你拐走一样 这是我和你的恋爱 不是我和你母亲三个人的恋爱 我问你 你以后打算娶她吗 有 那不就是一家人了吗 那不是 现在只是说我们两个人在谈恋爱 我不想说 在我们两个人恋爱过程 或者去哪的时候 夹杂上她的母亲 我们三个人 这样我很尴尬 没什么尴尬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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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